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關於豬的知識 相信Kylie今天也獲益不少 到今天這個節目 比較多人發問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剛才說的 Aquoya和Sousi的分別 我手上拿了我們早幾集介紹的天然花珠 我今天想放在上面 給大家比較 天然的Aquoya和天然的藍養豬的分別 你們看到我只是剛剛塗盒 Kylie可以幫我嗎 你們會不會看到尺寸相差一倍 你會看到乾炸上面 Aquoya會比較好一點 修絲的話 沒有Aquoya那麼亮 當然我們是用花珠和男樣珠比較的 可能花珠的色澤和魚尾程度較高 你可以選擇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是9mm 而這尺寸是12mm 但你會看到相差4mm 分別都很大 Kylie現在帶的 也是我們的藍養豬系列 你會看到耳環很大 大家要留意 Aquoya Pearl 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耳環 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白色 而這麼大顆的耳環 它有可能是淡水豬 或者是男人豬 一定不會是Aquoya Pearl 任何大於11mm 是不可能會做到耳環 大部分都是8-9mm的Aquoya耳環 怎樣可以做一個比較 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比較多人買的產品就是Aquoya Aquoya的耳環 我拼到Kylie的耳朵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分別 如果因為鏡頭方面太遠 我都拿了一排的Aquoya 以及一排的修司 為了方便大家 現在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那個分別都非常之大 有時候是說 雖然它可能是相差一倍 但看上去好像相差三倍 Kylie可以說一下 你覺得 你自己覺得它們的分別在哪裡 如果你看到兩排的耳環 其實那個尺寸真的相差很遠 目測地看上去 我覺得好像一顆這麼大顆的耳環 是等於四顆 這隻 放上耳朵的話 現在遠望都看到我 現在戴著很大顆 但如果我戴這個的話 就會比較低調 對 那就會看回大家想找的場合 當然修司比較多人戴 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場合 尤其是結婚 Aquoya 新娘子很多時候都會選擇 戴花豬 因為大顆的豬 通常都是年長少少少的女士戴 甚至乎都是專業女士 可能拍照 或者做一些專業照片 會用到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 方便你們可以 WhatsApp 我們隨時都會歡迎大家的新聞 多謝你們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